大家好 我們請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兩天你有沒有覺得外面霧茫茫的 甚至有時候傍晚的時候 夕陽還是紅的 這個就是空氣污染 這兩天大氣非常穩定 過去這兩天有一點境外污染物 從整個中國南方飄上來 跟東北風不一樣 因為這個時候 主要是之前米塔台風北上之後 帶進來一些西南風 所以造成說有一些境外污染物 就移入加上本地的又光化反應 這個空氣污染物是真的很複雜的東西 絕對不是說是不是境內或是境外 或是說這個如何的污染 其實這個都是有一些光化反應 像中南部 我們這時候這個季節 就開始慢慢進入所謂的空污季 所以請大家這時候 一定要看氣象報告 我們的氣象報告 都會跟大家講空污情況如何 希望你這兩天 都有注意到我們相關的新聞 請大家要分享出去 另外一個就是這兩天 大概的天氣都差不多 但是週末開始轉東北風了 大概有兩天的時間 北部跟東部就慢慢的有震雨 接下來下禮拜就開始有點東風 等於是相對的穩定 各位關心有沒有颱風 其實在這個10月有颱風 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排除還有在熱帶擾動 深層的機會 只不過說現在我們看颱風 當然5天到10天 變動空間都很大 但是我們初步可以來看有沒有來台灣 現在各種的預測都指向 很像會往日本方向會接近 但是我們就等著再觀察 因為這個颱風 現在都是預測它會生成 現在一點影子都沒有 所以預測來說的話都是參考用 我們只能說未來7天到10天 很像沒有一個大的系統影響到台灣 這個是比較保證的 這幾天大致上 維持白天很熱的天氣 但是到週末的時候 東北風會下滑一點點 要留意這個溫度 只有幾度的變化 其實很容易生病感冒的 請朋友留意一下穿著 尤其是感冒 最近人口激增 然後下禮拜就會慢慢的回溫 南部就沒有像北部變化那麼多 但是有一兩度的差距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留一點小的變化 降雨來說的話 大致上都是零星的局部爭雨 但是禮拜天禮拜一 還有禮拜六其實東北部淫封面 偶振雨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天氣是穩定的 南部還是空汙還是要留意一下 這個本地的汙染 加上其實今天的西半部 整個來說的話 空氣品質真的糟糕 請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覺 有境外加上境外 加上下午的時候 光滑反應所影響 明天空汙還是差不多 請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覺 但是預期會慢慢的往下降當中 很穩定的天氣 又加上很熱 空汙就不好 這個其實空汙一不好 心情就很難受 請大家留意了 大致上還是維持 禮拜五還是維持秋老虎的天氣 禮拜六 午後東北風轉強 北部有點涼 大台北還有東半部 偶有一些鎮雨要稍微留意一下